20多年以前 在台湾南部的屏东县 有一个姓赵的人家 这家人有两个好聪明好可爱的女儿 姐姐叫佩佩 妹妹叫佳佳 打雾 好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很开心 是我们教会的西区童工 他们为我们编制了一出非常棒 而且意义很深远的一出戏 叫做家家的故事 他们的剧团名称叫做细拉 好再说一次细拉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那个小提琴拿起来这样细细的拉叫细拉 往往都是在一曲的什么最后的时候 那个声音拉得很长很细 细细的拉 就是让你回味无穷 对这就是我们其实这是从诗篇出来的 诗篇你会看到说 一个金剧完之后他有一个刮胡写细拉 其实就是要你好好的细细的品味去回味 这首诗或这首歌曲 那这一出戏也是一样 对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用热烈掌声来欢迎希拉剧团 为我们带来的家家的故事 谢谢您的热烈掌声来欢迎希拉剧团 谢谢您的热烈掌声来欢迎希拉剧团 家家的故事 二十多年以前 在台湾南部的屏东县 有一个姓赵的人家 这家人呢有两个好聪明好可爱的女儿 姐姐叫佩佩 妹妹叫佳佳 佩佩和佳佳的妈妈正好就是他们学校里的老师 爸爸是一个高中的教务主任 他们家虽然谈不上是很有钱 但是不论吃的穿的用的 一切别人家有的 他们也都有 一家子相亲相爱的在一块 日子过得好快乐好安定啊 姐姐 姐姐 什么事啊 佳佳 你来嘛 姐姐在做功课嘛 哎呀 人家自己帅助帅不出来了嘛 好嘛 我马上来 姐妹俩年纪是相差两岁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为一点芝麻大的小事情争吵 但是多半的时候 他们总是彼此帮助彼此照顾 有一天 佳佳又去找姐姐问功课了 姐姐 姐姐 哎 姐姐不在房里 于是佳佳就坐在姐姐的书桌前等姐姐 佳佳顺手玩着姐姐的铅笔盒 哎 姐姐的铅笔盒里 怎么多了一支新的原子笔 哇 好棒哦 是四色的自动原子笔呢 原来那是姐姐前天才得来的奖品 又漂亮又好写 佳佳好喜欢好喜欢 如果这支原子笔是我的 那该有多好啊 佳佳把那支新笔放在手上 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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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看啊 佳佳 你的功课做完了吧 啊 快 快做完了 佳佳胡乱地应了一声 就赶忙把那支笔藏进了衣服里 然后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 虽然佳佳的心里 不通不通 不停地跳着 但是她实在太喜欢那支笔了 真是舍不得拿出来还给姐姐 那天晚上 临睡前 姐姐整理书包的时候 发现她的笔不见了 是谁拿了我的笔 是谁买 妈 我的笔不见了 佳佳 先别急 你好好想想 是不是借给同学了 才不能 人家自己都舍不得用 怎么会借给别人呢 妈 我不滚 我不滚 佳佳 有没有看见姐姐的笔呢 妈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好了 佩佩 不要哭了 妈 明天爸爸带你上街 再买一支一模一样的 好不好 我不要 我不要 我只要五月内拿一支 佩佩好伤心哦 因为那支笔是她作文比赛 第一名得来的奖品 佩佩 妈妈知道你心里难过 可是东西掉了就算了 下一次自己小心点就是了 快睡吧 明天还得上学呢 爸爸 妈妈 姐姐 他们都没有想到 这支笔现在就在佳佳的口袋里 真的 他们怎么猜也猜不到 一向乖巧可爱的佳佳 居然会是一个偷东西的小孩 优优独播剧场上 第二天一早 佳佳带着姐姐那支漂亮的原子笔上学去了 她的心里还想着 我要让同学们看看 我这支新的原子笔 第一节上课以前 佳佳伸手拍拍坐在前面的同学 哎 黄树梅 你看 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新笔 哇 好漂亮哦 你爸爸最好了 我爸爸才不会买这么好的笔给我呢 佳佳的心里好得意哦 因为这支笔使得同学们都羡慕他 有的同学还说 回家也要爸爸买一支 像佳佳那样的四色原子笔呢 因为拿了姐姐的笔 佳佳的心里有些难过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啊 所以佳佳觉得还蛮好玩的嘛 小朋友 你们想 佳佳偷笔的事情 真的没有人知道吗 这天傍晚 佳佳坐在客厅里画图呢 爸爸刚从学校里回来 一进门就听见佳佳喊着 爸爸回来了 佳佳乖 怎么只有佳佳一个人呢 妈妈陪姐姐去王老师家练钢琴去了 爸爸放下公事包 想泡杯茶坐下来看看报呢 却发现家里没有茶叶了 就从皮夹里抽出五十块钱 佳佳 爸爸到前面店里去买点茶叶 一会儿就回来 你可别乱跑 爸爸一出了门 佳佳忽然觉得 一个人在家里 好无聊啊 爸爸不在家 妈妈不在家 姐姐也不在家 只有佳佳 只有佳佳 佳佳胡乱地哼着歌 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爸爸怎么没有把皮夹开走啊 佳佳看见爸爸的皮夹里 有好多钱哦 就想着 我只拿十块钱 爸爸一定不会知道的 于是佳佳伸手到爸爸的皮夹里 抽了一张十块钱的钞票 小朋友一定还记得 佳佳第一次偷姐姐笔的时候 心里还挺得意的 没有人知道 可是这回啊 却让妈妈给撞上了 你们听 八 九 十 佳佳 你怎么能偷钱呢 妈妈打你这十下 是要你记着 做错了事情要受罚的 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偷了 知道吗 不是妈妈喜欢打人 妈妈打佳佳的时候 心里比谁都难过 佳佳 你知道吗 妈 那天晚上 佳佳的妈妈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因为她的心里好难过呀 为什么我的女儿会偷东西呢 这又是从哪儿学来的 难道是我没有好好地教她 还是 佳佳的妈妈 两眼望着天花板 想来想去 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佳佳会是一个偷东西的小孩 可怜的妈妈 想得头好痛啊 还是起来向主耶稣祷告吧 佳佳的妈妈下了床 跪在床边 闭上眼睛祷告 主啊 你知道我心里难过 你也知道 我实在没有办法 只有把佳佳交在你手中 求你教导她 让她能够把偷东西的习惯改掉 主啊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不管天有多黑 星星还在夜里闪亮 不管夜有多长 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 不管天有多黑 星星星还在夜里闪亮 不管夜有多长 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 不管身有多高 轻轻地的把她 踏在脚下 不管夜里闪亮 不管夜有多远 心中有爱 仍然可以走到云端 谁能跨过艰难 谁能飞来沮丧 谁能看见前面 有梦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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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心看见 有梦可想 有梦可想 上帝的心 有梦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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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心的一夜没睡 有梦可想 没 清清的梦可想 这个别再认真 在哪一次 在哪一次 没人会知道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不会被发现 在哪一次 在哪一次 没人会知道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不会被发现 其实很怪 我其实很怪 我只是忍不住 可怜的佳佳 就像着了魔似的 一有机会就偷钱 偷东西 每当她偷了钱 就到学校的福利社去买东西请同学们吃 虽然在学校里 佳佳好像是大家的好朋友 可是在家里 她却是一个不快乐的小孩 这一天 佳佳的脸上又挂着两行眼泪 原来呀 佳佳在书店里 看见一本好书 就又给偷回家去 当妈妈发现之后 佳佳又挨打了 佳佳的手好痛啊 妈妈为了要佳佳 彻底地记住这个教训 特别带着她上书店去 把书还给老板 还要佳佳向老板道歉呢 佳佳觉得好羞好羞啊 真恨不得地上有个洞能钻下去 佳佳的心里真是恨透了 我讨厌妈妈 我讨厌妈妈 一路上 佳佳流着眼泪跟妈妈回家 她不知道妈妈的心里 真像被刀割了一样的难过 回到家里 妈妈没有说话 就到厨房里做晚饭去了 佳佳满肚子的不高兴 也准备回自己的房间 在她经过妈妈卧房的时候 一眼望见妈妈的皮包放在梳妆台上呢 突然 佳佳的心里 又有那个念头了 快 快 这是个好机会 快呀 佳佳的心 跳得好厉害呀 妈妈在厨房炒菜 一定不会看见的 佳佳 佳佳 糟了 佳佳 你在干嘛 我 我去帮你把那个皮包关上 佳佳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不骗妈妈 我 佳佳 你让妈太失望了 下午才打过你 可是现在 现在你又偷钱了 你到底要妈怎么办嘛 你说嘛 去 去 去把板子拿来 妈 我的手心还好痛啊 妈 去 佳佳 抬起头看妈妈 妈妈说过 做错了事情就要受罚 这才公平 妈妈还是要打 妈 可是妈妈不忍心再打你 妈妈打自己 妈妈替你挨打 妈 妈 妈 你在做什么吗 妈 妈 妈 佳佳的心好痛好痛啊 她看见妈妈用力地打自己 妈妈的眼泪不停地流下来 佳佳再也忍不住了 妈妈妈 我要再打了 我要再打了 我 我再也不敢偷了 妈妈妈 妈妈я 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走过西洋人群 踏遍海角天涯 找不到一份爱向耶稣 他抚慰我心 他怀抱我灵 测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 爱到为我降生 爱到为我受死 爱到提许我一切宛若 他柔声呼唤 他耐心守候 永不停息 他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陪他 还爱我如同珍宝 自清山岗海深 祝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 爱到为我降生 爱到为我受死 爱到提许我一切宛若 他如同珍宝若 他柔声呼唤 他耐心守候 永不停息 无怨无悔的爱情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好 你却听我每个祈祷 活在宁静清晨 活在伤心夜里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陪你 还爱我如同珍宝 自清山岗海深 祝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好 你却听我每个祈祷 活在宁静清晨 活在伤心夜里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陪你 我虽然不陪你 你还爱我 我如同珍宝 自清山岗海深 祝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 自清山岗海深 祝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 我虽然不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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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是说打在儿生 痛在娘心 但是当打在娘生的时候 痛在依然是娘心 今天晚上 我们要用这样子的一个 主你真的对我们这样子的好 来跟大家分享这份爱 因为神就是爱 我们一起来用这两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宣读好吗 起 神拆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 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拆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我不晓得说在座的各位 你们对这两节经文是否熟悉 但是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告诉我们说 神爱我们的心 是在什么地方显明呢 当他拆了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降世 约翰福音三一六三章十六节 那边告诉我们说 他下来是为我们死 我们只要信 我们只要接受 就可以得到永生 不致灭亡 那现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要如何的来做呢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我们只要确实的来实行 我们就可以在这中间 得着他一切的爱 让我们来看 彼得前书四章这边的这个经文 他告诉我们说 在现今这个世代 万物的结局尽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最要紧的就是彼此相爱 确实的去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 家家到底怎么了 还记得吗 一开始他说 他们在屏东南部的乡下 他们是一个美好的家庭 公教家庭 他的爸爸是高中的教务主任 妈妈在他们的学校当老师 你看一家和乐 晚上他们在家里面 彼此的就一起享受 那天伦之乐 家家原本可爱 但是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会开始有了那样 一个偷东西的一个举动 而且越偷越大 记不记得他说 再偷一次 再偷一次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然后怎么样 圣经一开始 他说起促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他在伊甸园里面怎么样啊 他说他照着他的形象 照了我们 照了照男 照女 然后怎么样 把我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 他说他赐福给我们 他要我们治理这地 管理这天上飞的 水里游的 地上跑的 那怎么样子 是何等的尊荣的 让我们能够在那个里面 享受那一切的丰盛 但是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们现今 把我们的生活活得 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呢 整个都失了味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始祖堕落 还记得神话故事说 夏娃吃了第一颗苹果 其实也就是当那个夏娃 他受了引诱 他吃了善恶树的果汁的时候 结果整个的就变了样了 让我们看看始祖堕落以后 他让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失去了原有的祝福 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而这个罪 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带来的就是痛苦 带来的就是死亡 你们不要以为 家家每次偷了以后 他里面那个高兴 那种快感是短暂的 但是你们看看 当姐姐在那边哭着 在找笔的时候 他里面的那个不安 当他要去买东西 给那个黄树梅他们吃的时候 他里面其实 一定会有一些些的 那样子的压力 想说下一次怎么办 怎么办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罪 带来的就是死亡 圣经告诉我们说 罪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就从那个罪来了 那个罪的工价就是死 罪的工价就是死 那什么是罪呢 在圣经里面 他明白的也告诉了我们 我们看约翰一书那个地方 他讲到说 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这一些都不是从父而来的 都是属世界的 属世界的 这世界就是一个堕落的 这世界就是一个灰暗的 这世界是被黑暗所掌权的 那到底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是有哪些呢 他这边提到了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来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 那我们看看说 你们看得清楚吗 来我们来看看这样子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秽 邪荡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增进 忌恨 恼 恼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咽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在这个地方 他特别的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里面有这样子一个情欲 你是在生活中 你是会被捆绑的 但是真的就只有这些吗 不是的 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 不管是骄傲 欺骗 偷窃 侥幸 比较 算不算呢 当黄树梅看见 家家给他那支笔 他说 你爸爸好好 我爸爸都不会给我买 那个里面 他动了这样一个念头 怎么办呢 他回去 他会不会里面有那样子一个不平的心呢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那都是罪的一个影响 罪 到底是什么呢 总归一句 它叫做偏离了靶心 在奥运比赛 射箭比赛 手枪比赛里面 都有一个红心 如果当你这个剑射出去 这个枪折打出去 没有打到红心 你偏离了 你就没有分 那就是罪 而当初 不是跟你说了吗 在伊甸园里面 上帝要我们怎么样 管理这地 管理这园中一切的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靶心 他要我们的是 以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 管理他一切的受造物 但是当人 因着始祖犯罪 与神的之间 这生命有所隔绝的时候 整个的人 我们所做所为 就与他失去的这样子一个 直接的一个联系 我们所做的就偏离了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看见 现今这个世代 当你打开了报纸 你扭开了电视机 每一个频道里面出现的 要不就是带着刀 上捷运 要不就是买了木炭回家 今天早上又说 有一个爸爸当着街 要去杀他两岁的小孩 我们真的是说受不了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 这个样子呢 这乃是因为 我们都偏离了靶心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都要回归正确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悔改 所谓悔悔的意思 就是你要回头 开车在路上 当你看到了一个 回转的路的时候 你一定要回转 因为它前面是表示 是死路 你一定要 你如果不回转 你走不出去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罪让我们 失去了什么样子的 一个自由 在罗马书这边 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了 家家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 既是这样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 做的 因为那个罪 怎么样 进到那个人心 它就挟制了我们 我们里面 有一股之欲望 它逼着我们 要去做 我们所不愿意的 如果是这样子 该怎么办呢 圣经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 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保罗在 信息里面告诉我们说 怎么办呢 我不想做的 我拼命地去做 现在有哪些事情 是我们不想做的 我们拼命去做 其实对我来讲的话 在过去几天 我不想半夜 去看世主赛 但是有的时候 就爬不到床上 就关不了电视 结果就很辛苦 年纪大了 熬了一次夜 这个时差不容易调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还看到什么呢 小孩子可能为了电玩 我们这些做爸妈的 千呼万唤 他们就是离不开 那个电脑前面 在外面 有些人 受不了那个赌博的引诱 天天晚上都要去赌场 还有一些人在外面 在黑暗的角落 彼此在那边交易的 是做什么 毒品 安非他命 这些引头 这一些事情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网路上面的一个色情 我们说电脑的那个 什么game里面那一些 有的时候真的受不了 你经过马路上面 那个公共汽车上面 那个广告 那些画的 就是一些让人 让我们的心里面 有些聪动的 这些事情我们不想做 但是它却一直在我们 眼前浮现 一直在我们心里面激荡着 我们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 取死的身体呢 但是这边说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来 靠着那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这一切 罪的瑕疵了 Amen 为什么要靠着耶稣呢 因为耶稣是救主 耶稣是救主 这是我们这一生 一定要去接受的一个事实 我们若是能够心里面 呼喊着说 是的主 我愿意你成为我的救主 你会得到很轻松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降世 是来救人 是为罪人死 是从死里复活 刚刚说到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就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只要信他的 你就不致灭亡 你可以从你现今的生活中 做一个完全的翻转 所谓一个真正的悔改 你会完全走出一个新的生命 而基督降世为我们死 这样子的爱是怎么说呢 就是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圣经说为一人死少有的 为人人死也还有的 但是为罪人死 只有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是父神的一个心意 他成为我们的一个中宝 耶稣是中宝 担当世人的罪 记得我们一开始 跟大家介绍了 主耶稣基督 神的这个爱子 成为我们的这样一个中宝 是为了做这样子一个挽回祭 那这边他讲到说 若有人犯罪 在我父那里有一位中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义者他是完全没有犯罪的 他是以个无罪之身 他代替我们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一个挽回祭 不是单单为我们的罪 是为天下人的罪 今天的那出戏剧里面 嘉嘉的妈妈说 你怎么都不听呢 但是我打不下去了 我打我自己 当他打自己的时候 嘉嘉就被妈妈那样子一个完全的 一个牺牲的爱 舍己的爱 一个救赎的爱 一个代替 他的心被软化了 他说妈妈 妈妈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这样子了 我不再做了 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一样 他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甚至还说什么 面对着那一些冰丁 在那边粘旧要分他的衣服 面对着那些祭司文士长 在嘲笑着他 他甚至跟父神向我们求说 父啊 赦免他们 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 这是何等的一个宽广的 无私的爱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今天早上 在我们教会三庄 有一个敬礼 当我们整个敬礼结束的时候 赵牧师在那边 为我们剥饼 为我们分杯 他说 那是耶稣 要被卖的那一页 他明知道 他的时候到了 他举起了那个饼 剥开 告诉我们说 将来你们也要如此行 牧师一句话 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耶稣没有说 将来你们都要上十字架 他说将来你们像我一样的 把自己破碎 把自己与别人分享 分享那从天上而来的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 若是我们里面没有那个爱 我们拿什么跟人家分享啊 但是若是我们不回转 我们像这个爱的源头 我们去支取他给我们的爱 我们怎么能够得着那个爱呢 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着医治 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这么样子说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一开始金拜团说 主是平安 是的 若不是因着他在十架上面 我们得不着平安 他告诉我们说 我所赐的是真平安 这个世界所不能给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 我们来看这一张投影片 人人都需要悔改 只要我们接受耶稣 他可以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 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了 就是已过都成新的了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今天你们在来这边以前 你们面临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的环境 或者是身体上面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软弱病痛 但是我们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 就是已过都成新的了 就是已过都成新的了 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才可以得到这样子一个新造的生命 他在那个地方 他等着我们来找他 我们看看 家家的母亲是怎么做的 当家家的母亲 不管说她在学校 当老师怎么样教导的 不管在家里面 怎么样跟孩子分享的 但是当家家每一次讲不听 骂不停的时候 他怎么做 他在半夜 他睡不着 他就亲自地跪在床前 跟主耶稣基督祷告哭求 他亲自地学了 耶稣基督的样式 他用仗不去惩罚家家了 他打他自己 他是代替家家受罚 就像主耶稣基督 在十架上面 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 因为那样的代替 叫做什么 一笔勾销 各位亲爱的朋友 如果说今天我们 里面有一些 所谓的负债 重担 有人说 算了 免了吧 去了吧 不要了 你是不是会觉得很轻松呢 耶稣垂听了母亲的祷告 耶稣也愿意听我们 每一个人的祷告 亲爱的朋友 我不晓得 你今天在这个地方 你的生活 愿意因着耶稣而有所改变吗 在我们的 实际的生活中 不只是 今天用这个戏剧 告诉你们说 家家因着母亲那样子的一个 带他受罚 他里面有一个完全的翻转 而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 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许许多多的人 可以因着接受耶稣 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所谓可以把一个咒诅的人生 变成一个受祝福的人生 我想到了在十二年前 我自己跟我的太太带着四个孩子 但是孩子的妈在一场突然而来的急性血癌中 就在三个礼拜以后就离开了我们 当时整个的生活受到了震荡 整个的生命受到了惊吓 那一段的苦日子 就像那个师哥说的 活在清晨 活在夜里 我孤单地跟神问 是为什么 找不到答案 我仍然必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么信实 祂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再一次寻求 寻求神的爱 医治 寻求祂释放着大能的 一个祷告里面 爱我的主 祂亲自地对我说 荣生 你的妻子雅香 她的过世 不是你的罪过 不要自责 祂使我从那样子一个 单亲的一个重担中 得着了释放 我不再背负着说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害的 使得这个家庭 好像进入了一个破碎 祂清楚地告诉我说 荣生 不要觉得孤单 最爱你的 就是我主耶稣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能够 亲自地得着神 这样子的一个话语 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震撼 当场我就泪流满面 因为我看见了 在小时候的我 坐在一个竹车子里面 自己玩着那个波浪谷 但是主耶稣 祂就在那边推着车子 陪我玩 这是何等奇妙的经历 我的心被祂的爱 所温暖以后 祂又告诉我一句话 但是你最爱的 也要是我主耶稣 我从 我对孩子的一个责任 从我对家人的一个期待中 我走出来说 是的 主啊 我愿意爱你 我愿意爱你到老 我们的神是 何等的奇妙 就从那一天开始 祂扶持着我 让我真知道说 靠着祂的话语 面对着人生 不停地变化 五年前 我的神 赐给了我一个姐妹 让我重新重组了家庭 人生的路 起起落落 谁不曾有迷惑 当我迷失 在荒乱中 谁来引导我 谁能给我 不变的爱 和永远的承诺 抬起头 我甚至到 耶和华能够 耶和华的爱 是不熄灭的光 我都不熄灭的爱 我都不熄灭的爱